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梁明宗 大家好 首先如何表现你的喜怒哀乐 令演绎更加精彩 第一件事我们要明白 何谓喜怒哀乐 当然就是你遇到外间一些事情 或者一些说话 令到你的情绪有变化 令到你开心或者不开心 那我们首先要明白 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反应 这是第一件事 另一件事就是 你如何表达这个情绪出来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知道为什么 然后你将这个情绪 又好又或者这个原因 放在自己的心里面 什么都不需要想 就是回忆那件事做出来 那就是一个情绪 如何可以演绎得更精彩 两个字讲完 享受 无论是做人也好 又或者是当你正在演戏也好 或者说一个故事也好 最重要是享受每一秒钟 落在其中 那你就可以令到整件事更加精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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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